今天開不開心呢? 今天開不開心呢? 那就一定開心的了 因為始終 我都想不到原來可以在吊著威亞的時間 吹這個蠟燭 的確是非常有心事 真是很感謝Andrew 因為始終他都幫助整個香港電影業去推動 始終接下來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是很需要特技人 因為大家都看到雖然我們玩下去就好像很開心 很高興 但其實他們當中練習的 他們又會練不同的武術 甚至可能他們就算 始終你都有機會去受傷的時候 他們又要怎樣去做呢? 所以都真的很感謝他們 所以今天都真的很開心 一來又可以嘗試到 做一個特技人的感受 也有一個很新穎的生日慶祝 為什麼今天會來到這裡呢? 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其實就是因為Andrew的一個新的導管 其實他差不多會開張了 然後主要就是會給很多不同的人士 可以去感受一下 究竟我們做電影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是會平時訓練 即是好像一些武術也好 甚至我們調威也好 都可以去嘗試去體驗 那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到 原來我們拍戲 不只是我們看戲這麼簡單 只是可能一個小時裡面 其實我們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才可以有一套很完整的電影 去送給大家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呢? 那就是 的確是 首先一來就很好玩 有刺激 也是非常新穎的 因為可能之前拍攝的時候 都是多數會有一點點動作 但是去到吊威也 就可能是之前在內地的時候 就見過人家這樣做 那這次就真的可以親身去感受到 那都知道原來 我們要做很多不同的安全措施 因為我們始終做特技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安全第一 那我們又要做了 就是要綁住了條腰 然後我們又要 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安全措施 去令到我們 整個表演可以更加流暢 那所以 是的 好玩 是不是第一次要玩這件事? 那這次的確是第一次去嘗試 吊威也 可能之前都會有經歷過其他爆破 甚至可能自己真的親手打都試過 但是吊威也就的確是要去一個訓練 還有也要知道究竟他的原理是怎樣 也都真的很感謝 因為始終我的身形 和我的體重 會令到其他的龍虎武士 他們是比較辛苦一些的 因為他們要幾個人去拉我一個 是的 也很感謝他們 讓我今天可以體驗到整個吊威也的流程 還有 真的很好玩 大家記住 立刻一定要來試一下 那會不會是想向這方面的發展 試一下做特技人 或者龍虎武士 其實接下來都很希望可以嘗試到 真的有一些打氣 甚至可以吊威也 甚至可以讓我幾十樓跳下來的 其實我都可以處理到 我覺得我都 是的 我不會害怕的 我會很盡力去做好之後有的機會 是的 因為始終我們都要知道 很多不同的機會我們都要好好把握 所以呢 其實現在不停都會上來 就去搞了Andrew 就會去學一下不同的打空翻也好 吊威也好 甚至那些武術 其實對我們拍戲上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 是的 接下來都要繼續努力 現在 Andrew 是不是你師父呢 現在已經是 Andrew 其實就算是我師父來的 因為由第一天 其實就開始玩這個後空翻 其實他都很辛苦 因為又要秤著我 然後幸好地我的模仿能力都還可以 都令到他一天內就已經可以把我 教成了跳到這個後空翻 接下來他都會繼續教我這些前空翻 甚至可能之後 其實還有最好玩的 就是當你想學一個時候 他就會自動在你面前就在那裡跳 在那裡打翻 然後之後你看著那麼輕鬆 我覺得我是時候要練一些新技能 一有新技能的時候 就需要問一下很多不同身邊 大家都很有才華的人 所以 接下來 Andrew 我都會很麻煩他 介不介意做替身 或者會不會有興趣做替身呢 其實做替身 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準備 但是我都會努力去準備好 因為其實之前拍大師兄的時候 都有一些對打的戲 也都可以看到 原來每一個做替身的 那可能你無論拍戲 有分上把下把 其實做下把的反而是比較辛苦 下把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被人打那個 因為他要做很多不同的一些reaction 去告訴大家 可能每一個拳 究竟那個力度有多大 所以我們又要不停去協調 所以如果有機會去做的時候 我都會準確去做 但是會不會做替身真的很偉大 真的很難 其實做替身這件事 是一定很難的一件事 因為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些武功底子 也都要不怕受傷 因為你每一次拍一個shot 你可能要拍十幾次 然後你都要做回十幾次相同的事情 所以其實跟我們做運動的一樣 就要不停去練習 就是去達至到我們拍的時候 一定是要最好最好 我們才導演會收貨 我們這套片才會是最漂亮的 去給觀眾去看 所以就真的不會怕任何的難關 因為始終我們 都是香港人的精神 大家只要努力堅持著努力去練習 甚至可能 總之用心做任何一件事 我們都會成功 那你現在玩過試過特技人 就是替身這些 會不會覺得他們真的很值得尊敬這個學業 其實特技人這件事 我們要更加去了解 因為我們平時看一套戲 原來他們打 你們好像很快脆 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打到這麼漂亮呢 其實他們又要量度位 又要量度焦 怎樣拍的時候 又要再加上其他鏡頭 所以我們就會分了很多不同的小組 去進行這件事 所以他們平時 其實在一個館 就好像剛才我們看到 在一個館上面 我們會做很多不同的鋪排 去做到我們每一個位置 可以做到最剛剛好 就好像剛才取得蠟燭一樣 那就一定要量度好 究竟怎樣 如果不然我快便就會中了一個蛋糕 而不是吹到一支蠟燭 所以其實剛剛就看到他們的經驗 只拿個蛋糕出來 就已經知道 可能我下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到哪個位置 他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留意 其實每一套電影完的時候 後面的trailer 大家也可以看回每一個不同的幕後人員 因為不同的幕後人員 都是在做我們怎樣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大家也要了解多些 那一下生日願望 我的生日願望 當然是可以多些東西拍 唱一些好歌給大家 亦都很希望 大家也可以健健康康 和心想事成 因為始終我們早幾年的確 已經沒了很多時間 好像突然間沒了幾年的時間 我們更加 現在要好好把握好時間 然後大家都盡量去陪一下家人 趁著生日的時候 都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始終帶了我來這個世界 亦都可以讓我 現在開始見識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那我就要繼續努力去學習 繼續做好每一件事